哈喽大家好我是Celsior 非常高兴的又在这边跟大家聊聊天 今天我们来跟各位聊一个有趣的话题 我们来跟各位聊聊有钱人到底在想什么呢 是的我相信呢 像我这种市井小百姓啊 像我这种收入非常低位的人呢 偶尔我们跟一些有钱人打交道 哎呀就觉得他们的想法真是天马行空啊 像我们玩车呢 偶尔会跟一些很有钱的车友接触 像我之前呢有遇过一个车友很好玩 他们家很有钱嘛 是买劳斯莱斯的 那他就有一次跟我讲 哎呀徐董徐董徐董 我发觉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什么问题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家那个劳斯莱斯啊 劳斯莱斯怎么样 不是才刚买没多久吗 就是那台车啊 就是那台车又发生什么问题呢 那台车子我们开了两年了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车子非得卖掉不可 为什么 两年这个对于车子来讲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啊 考验什么 这保固还没过 不是不是 两年就是个老车了 我觉得开这个劳斯莱斯呢 非常的让我心怀不安啊 所以呢 我决定要把车卖掉 哦哦哦 这样子哦 好吧 可是劳斯莱斯这个车子 又不是两年就会改款一次 他说对呀 这样很头痛啊 我两年之后 我买劳斯莱斯 还是跟我之前那台劳斯莱斯一样啊 真是非常伤脑筋啊 哦 原来你酷脑的是这个东西啊 不得不说 这个有钱就是任性嘛 是不是 车子一台车子呢 开个两年就觉得它是一台老车 而且买的还是全新车 不像呢 我向来都是买那种二十几年三十几年 那种全旧车啊 开不要说两年啊 开个二十年 我都不觉得怎么样啊 开到不能再开 不能再修为止啊 就没想到这个有钱的车友 他真的后来也就顺利的再买了一台 劳斯莱斯 跟他原本的劳斯莱斯一样 就是换个年份了 那这个折旧呢 他一点都不care 反正对他们来讲 这个东西不是钱 这是我当时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车友啊 那我们今天呢 来跟各位讲我另外一个车友 他们家有趣的故事哦 真的听完这个故事你会觉得 的确有钱人跟我们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好的 这个时间呢 要推到大概十几年前啊 各位不知道还没印象啊 当时呢 台湾这边实施了一个叫奢侈税的制度 表面上呢 有关单位是说 哎呀 我们要抑制这些奢华的风气啊 所以呢 我们要针对 过度高价的东西呢 不管是汽车 不管是房子 还是什么珠宝首饰 夯不当当的东西啊 我也既不知很清楚 反正那种东西我都买不起啊 那我们要克这个所谓的奢侈税 那这政策一出来之后呢 当然是引发一阵的哗然啊 但对我们这种事情 白天来讲 没有什么哗然不哗然 这东西又不关我事嘛 结果呢 这是我身边有个车友 忽然有一天跟我讲 哎 徐总徐总 有没有空啊 我说 哎 什么事啊 哎 那个 这个最近要实施奢侈税了 我们家呢 决定 赶快趁这个制度上路之前呢 赶快去买一台车子啊 免得被这个 抽到这笔税 那就不开心了 哦 好好好 而且呢 我妈说 既然要买了 就要买个贵一点的车子 因为当时 台湾针对汽车来讲 课程奢侈税 我记得是好像300万啊 就是说 不知道是税前还是税后300万 我已经有点忘了 应该是税前300万啊 那如果说呢 你的车子 超过这个价格呢 要再课程10%的奢侈税 那我就问他说 那你们的预算是300多多少 他说 没有没有 我们希望可以买到600万的车 哇 真是有钱人 就是任性啊 好吧 那个时候呢 我就问他一下 那你想要买什么样的车子呢 他们家呢 平常以前是开Jaguar的 那现在呢 手上有几台Benz 他就说 嗯 看来看去 还是Benz比较顺眼啊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去看了一下Benz 但是呢 Benz你说要买到一台 六七百万的车 当然啦 我们现在的Benz 六七百万的车子是很多啦 在十几年前那时候 六七百万的车子 不算是非常的多 所以那时候 我们这样看来看去 最后呢 看中了什么车子呢 因为他们也觉得 反正家里面有什么S Class E Class C Class 这些车子了 再买一台这种车子 好像也没什么意思 买特别一点的 就他们家真的 挑一台很特别的Benz 是什么东西呢 各位不是G Class G Class那个车子 真的是太摇晃了 我们开到一半都会晕车 他们买了什么呢 买了一台CLS63啊 哇塞 CLS这个车子已经够特别了 还买一台63 而且呢 那个63那个时候 还是6.2NA 哇 这个马力非常的大 我记得很清楚 后来他们家订了 这个车子之后呢 还是我跟大家一起去交车的 而且交车的时候 我才发现 诶不对啊 当初我们去看的展示间 是某某Benz的展示间 怎么交车换到另外一间展示间呢 那他就跟我讲 不是啦 因为之前我们上次看的那间展示间呢 我们都已经下定了嘛 对不对 结果发现呢 有些东西 想要选配 来不及选配 所以后来怎么办呢 后来就给他退订 然后呢 重新选配 我一愣 重新选配 不就已经过了所谓的奢侈 所谓的课征的期限吗 他说 对啊对啊 反正没关系啦 为了这一点东西 就给这个多收一点税 没关系啦 奇怪了 那你们到底为什么要买这个车呢 真是搞不懂这些有钱人的想法 好啦 不管怎么样 总而言之呢 那天交车 是我跟这个车友一起去交车的 那这台车子呢 当时买起来 我记得是760几万台币 而且加了这个车子税 只有760几万台币 哇天啊 花这么多钱 买一台Mercedes-Benz 我真的是难以想象 那交车那天呢 他也问我说 哎 你要不要开一下 哦 不不不不不 这个车子动力才太强劲了 这个一个不小心什么闪失了 我这辈子上辈子下辈子 加起来都赔不起啊 那我记得很清楚 那时候我们在关渡的中华宾市交车 交车之后呢 当然去路上稍微小试了一下 然后路上呢 哎 正好在一个高架道路上面 有一台Porsche 我这样看后视镜 应该是一台993 有改装的993 在跟我们挑衅 想跟我们玩一下 我们就陪他玩了一下 告诉他 我们是6200cc的排气量 你是3600cc的排气量 这个总是有一点差距的 当然啦 我们要先跟各位讲 我们在玩的过程当中 是没有任何违法的一些行为 开始不超速 这个我们必须跟大家提醒一下 那么那天呢 我们这样开皮的玩之后呢 我也简单的拍一些照片 那跟他说 有机会呢 再跟你一起出去多多疯 他说好啊 OK 结果呢 这些有钱人 当然平常生活是很忙碌 所以呢 下次他跟我联络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呢 他们要卖车了 为什么卖车呢 因为他说 这台车买了啦 但是也是很少开啊 所以呢 这个两年下来呢 决定还是把这台车卖掉好了 他所谓的少开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少开还真的不是说假的 我记得很清楚 那个时候呢 他跟我讲说 这个车子很少开 我就问他说 那你所谓的少开里程是怎么样 里程就2268公里 我永远都记得 2268这个数字 哇塞 那我就问他说 那有什么我可以帮上忙碌 他说那你可不可以帮我把这个车卖掉 我一愣 我从来没有卖过这么贵单价的车子啊 这个可能有点压力啊 他就说 这个车子他也不知道可以卖多少 那我大概看了一下 以一台新车价760万的CRS63来说啦 我们先不要管他的里程低不低啊 两年的车子我这样估一下 中古车行啊 当时收购的价格应该不会高于500万台币 但是我大概看了一下 我们自己上网去卖 如果顺利卖的掉的话 这个车子应该可以卖到550万到600万台币中间啊 而且这台车里程又这么少 那市场上的这个量又很低 只是说呢自己卖你需要一点时间 这倒是真的 那我就跟他说好啊 OK啊 那我们再约个时间 我们出来拍个照 那我帮你上架 然后帮你联系一下什么的 他还说OK啊 结果呢 两个礼拜之后呢 我跟他打雷空电话 哎呀这个最近有没有空啊 我手上也没那么忙了吧 大家约一下 就还跟我讲说 对不起车子已经卖给车行啊 为什么 他说就有个车行出了大概490万吧 那我们觉得这样子也好 就把它卖掉了 我说那这样子我们自己卖 可以多卖个几十万啊 甚至一百万啊 这个干嘛不要自己赚 他说哎呀不要不要 我觉得哦 卖车你要跟人家约见面什么 那个很麻烦什么的 我们就怕麻烦 不过就多个一百万 那个就给车行去赚好了 哇 我只能说呢 有钱人的想法还真的是不大一样 而且更妙的是什么呢 更妙的是 我那个车友是住台北 那我是住台南嘛 在我跟他通完电话 大概一个礼拜之后呢 我在台南街里再看到那台车 因为车牌我印象非常深刻 车行真的把那辆车卖掉 而且刚好就是卖到台南来 哎呀 跟这辆车算是见得最后一面了 这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哇 这个有钱人他买车的思维 真是不大一样 当初呢 是为了赶在奢侈税上路之前呢 赶快买车 后来呢 哎 买上瘾了 为了要选配呢 不惜要交奢侈税也要来选配 就开了两年开了两千多公里 就把它损失这么多的折就把它卖掉 嗯 有钱人的想法真是跟我们不一样 那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呢 我们另外一位车友呢 也是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那么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另外一位车友 哎也是一个非常有钱的车友啊 他们也是发生了一件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故事啊 那时候是这样子啊 就是他们家 他生了小孩子 然后呢 他老妈 他老妈已经这个有点年纪了 要负责载送他的这个孙女上下学啊 那孙女呢 正处于那种调皮捣蛋 滚来滚去 尖叫来跑来跑去那种年纪嘛 他们本来是用家里的SUV来接送的 可是就发觉这个孙女呢 很喜欢去玩车窗 很喜欢去玩车门 很麻烦啊 所以他们希望说呢 是不是来买一台专门来接送他的车子 各位听清楚哦 是专门为了接送小朋友去买了一台车子 好吧 那听到这里 各位可能想说 那就买一台没有后门的车子嘛 因为像 以前台湾有在卖Honda Civic的三门CV3 哇 这个车子就很适合接送小朋友 因为你把小朋友丢在后面 他既没有蝴蝶窗 也没有后车门 所以小朋友在后面再怎么滚来滚去 你都不用担心他会淘下车子啊 会去乱开车窗什么的 所以那时候想说那是不是就找一台三门的 比方说SUV或三门的一台小轿车给他们就好了 结果呢 我这车子说不行不行 这样子太随便了 因为呢 这时候我妈呢 要过着六十大寿了 要给他祝寿 我妈也决定 为了要祝寿呢 就买好一点的好了 买好一点的 那我想说那就不要买日系车嘛 那就买个欧系车 比方说当时有Volvo的C30 这个车安全性也不错嘛 小巧可爱 他说 这个车子太便宜了 哇太便宜了 哇塞 C30那个车子 在台湾当时买起来 我看要一两百万 应该要两百万台币 当时的售价应该要两百万台币 也不便宜啊 他说这车太便宜了 不行不行 那要买些什么车子呢 他们家呢 跟我们刚刚讲的 前一个车友也差不多 家里呢 Benz BMW也是成群啊 他们说 嗯 Benz BMW都买腻了 我们不如来买一台 更特别一点的车子好了 更特别一点的车子 嗯 好吧 那要看什么呢 当时呢 我们就看上了Massarati 其实那个时候的Massarati 在台湾 销路已经慢慢的展开出来了 路上能见度也越来越多 不过那个时候的Massarati 当时大概只有两款车 一款是Quattro Porte 一款是Gran Turismo 当时还没有所谓的Ghibli 当时Ghibli还没有上市 那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去看一下Massarati 有没有什么特殊 比较有趣的车子呢 刚好那时候 Quattro Porte呢 它要进入到第六代 所以呢 它第五代在做这个 税末折扣大促销啊 当时我记得 它推出了一款特色 叫做Award Award呢 就是Quattro Porte的 入门的车型 然后加了很多豪华的配备 好像有电视啦 什么上网啦 这个真皮座椅 不是真皮座椅 几皮座椅 什么憨不当当的东西 一大堆啊 而且售价呢 还大幅的往下修 所以呢 我就说 不对啊 这Massarati这个车子 也要600万啊 你们真的有这么 大的预算吗 他说 没关系没关系 为了做售嘛 而且我妈还说 哎呀 60大售 那就花个600多万吧 哦哦 好吧好吧 有钱人 这个想法真是不一样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去展现 看了一下 这Massarati 那当时呢 因为Award这个车子 它是一个特色车 所以展现 并有这个展车 那我们就看了 Colabotty的这个普通的版本 那当然啦 对于这种消费来讲呢 你不试车怎么行呢 于是我们就跟业代讲说 那有没有办法安排个试程车啊 结果这时候呢 业代面有难色的说 哎呀 根据你们的需求呢 我们的试程车 可能不符合你们的需求 啊 怎么会不符合我们的需求呢 呃 因为呢 你们要买的是这个Massarati嘛 所以 我像您这个这个 伯母呢 也是有年纪的人 所以希望买我们的Award 可是我们现在的试程车呢 不巧领的是GTS 什么是GTS呢 就是当时Colabotty的性能版 它的排气管 比较声音比较大啊 那动力比较猛一些啊 那么内装呢 也比较赛车化啊 没有这些桃目 改成什么碳纤维试板啊 赛车座椅啊 几皮啊 有的没的 我就说 呃 没关系 反正难得他老妈有空啊 所以我们赶紧呢 跟业代约了个时间呢 就一起开着这台Colabotty的GTS 到他们家去 给他老妈试车了 其实在试车的过往当中啊 就是我们开过去的过往当中啊 我就觉得 嗯 这个车子应该会被他老妈打枪才对 因为这车真的是很硬啊 而且排气箱真的是很大 好了 终于到他们家的楼下了啊 他老妈也这个准时现身了 那老妈看到 一开始看到这车的外形 哎呦 这个车子不错啊 我想说 哇塞 GTS这种这么阳刚的外形 你也觉得不错啊 因为Award跟GTS呢 一个走的是比较豪华 一个走的是比较性能的路线啊 然后他老妈一上车呢 就觉得哎呦 这个这个皮不错啊 这个挤皮嘛 对不对 跟我的包包的皮是一样 这个我喜欢 哇塞 这伯母的品味不凡啊 然后呢 发动引擎 哇 那个声浪很雄混 他说嗯 这个车好 嗯 好车就是要配这种好的声浪 哇 这个伯母该不会又是个女中豪杰吧 总而言之呢 那天试了一圈 这样开了一圈呢 他老妈非常的满意 他就说 好了 这台车子我很喜欢了 那剩下你们去处理 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跟业代讲了啊不然大哥那本来啊我尔是600多万嘛 那这台GTS要多少钱 他说这个车子呢 哎 所为数不多啊 这个车子呢大概要700万啊 不知道你们预算有没有到 那我就问了一下我车友 哎 你这样子多加了一点钱 你们加OK吗 他说 没关系 老妈喜欢就好啊 是不是 可是呢 等到我们真的要买的时候又发现 然后真的要下店的时候发现 哎呀 不好意思 他算一算 哎 今年的配合已经晚了 要等到明年了 不行啊 明年他老妈就不是60大寿了 这不行啊 怎么办呢 这些有钱人的想法还真是跟我们一般人的想法不一样 最后他们买了什么呢 当然是没有退回到原本去买所谓的award的 也没有啦 最后他们买了更顶级的MC Stradale 什么叫MC Stradale呢 我们刚刚讲当时Mosserati有两款车嘛 一款叫Cortopate 一款叫做Gran Turismo 他们为了这个脊皮的内装 因为Gran Turismo一般版的还有S 它是没有脊皮内装的 一直要到最顶级的MC Stradale才有脊皮内装 他们家最后就为了这个几瓶那装 又花了多花 再花了100万 我记得那时候买好像是806万 买了这一台 这个Gran Turismo的MC Stradale 这个纯粹的性能的版本 而且他老妈非常满意 因为正好符合他们说要把小孩子关在后座 因为Cortopate 它毕竟是有后门的一台高级轿车 其实当初为什么他们会想要买Cortopate 我也觉得很奇怪 不是说好不要有后门的吗 有钱人的想法真是很难以令人捉摸 总之最后他们花了806万去买了一台MC Stradale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 他老妈开这个车 在他孙女上下学 他老妈开得也是很开心的 真是一个女中豪杰 这个有机会应该要坐坐他老妈开的车子 搞不好到时候又有更多更精彩关于他老妈开车的故事 可以跟大家好好地分享 以上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跟大家聊聊我身边这些有钱车友们有趣的故事 当然我们今天讲这个东西 大家用个轻松的角度来看待就好了 并不是说要炫富干什么 因为这也不是我 是我自己遇到的事情 以我的能力我再次从事 我上辈子这辈子再下辈子 我应该都买不起这些车子 所以跟这些经济状况比较好的这些车友出去 也算是我开了不少的演技了 以后我们有机会还会跟大家聊更多这种有趣的鸟事 当然如果你身边有遇到这种类似的有趣的故事 也非常欢迎各位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这些有趣的不同的思维 好的 以上非常感谢各位收听 也希望大家去支持我们其他精彩的节目 我是Cell Zell 我们下午再聊咯 拜拜